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43集 陆霄哪里能等 推开卫生间的门就冲了进去 到底怎么了 陆悠悠坐在马桶上 双手捂着肚子 脸色有些苍白 哥 我可能大姨妈来了 但是又好像不是大姨妈 什么大姨妈 就是女人每个月的立嫁 那为什么又好像不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和以前就是不一样 而且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看看 看什么 陆霄被问得一愣 对呀 看什么 她又不知道大姨妈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带你去医院 等一下 我把裤子穿上 等陆悠悠穿好裤子 陆霄给她拿了件外套裹上 直接抱了下去 到了医院 陆悠悠被送去做检查 可能是因为在人身地不熟的外面 所以陆悠悠有点害怕 到哪儿都把陆霄的手抓着 进检查室的时候 医生不让家属进去 陆悠悠紧张的就差要哭出来了 乖 没事 很快就好了 陆霄安慰她 其实 她自己也很担心 也很紧张 特别是门关上的那一刻 陆悠只觉得 一颗心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那种感觉 具体也形容不上来 短短的几分钟 门又被人从里面拉开 陆悠急步走上去 陆悠悠被人从里面推出来 她已经是泪流满面 怎么了 是不是很疼 陆悠一把抓住她的手 满脸心疼地看着她 陆悠悠摇头 看到她 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怎么哭了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 陆悠被她哭得心都乱了 陆悠悠还是摇头 就是一个劲儿地哭 陆悠没辙了 只能问旁边的医生 而医生笑着告知她 陆悠悠是怀孕了 魂言 陆悠足足愣了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还是医生 叫了她两声 她才回过神来 依旧不敢相信地 向医生一次次询问 确定 医生再三告知她 陆悠悠确实是怀孕了 但由于有出血 所以要留院观察 陆悠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 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也不知道接下来 是怎么被安排进的病房 全程 她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陆悠悠的身边 而且感觉自己 好像是踩在云端上似的 就连办理住院这些事 都是直接拿证件和卡 交给别人去代办的 大概过了半小时 一切手续也都办好了 陆悠人是云里雾里的状态 就真的跟做梦一样 怎么突然间就有孩子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天知道 她此刻有多激动 有多震惊 陆悠悠情绪平静下来后 就看到某人一会儿发愣 一会儿傻笑 一会儿又好像因为什么 是很苦恼的样子 她原本因为不能接受 这么快就怀孕 所以无助地就哭了 还指望陆悠安慰一下 可结果 她的反应 好像比自己还要不正常 不会是高兴地傻掉了吧 陆悠 啊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还是宝宝提你了 陆悠回了回神 冲过来 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陆悠悠都被她问愣了 看了她一会儿 眨眨眼 抬手在她额头上试了试 哥 你没事吧 废话 我当然有事了 那 你冒冒我这里 陆悠拿着她的手 送到了自己的胸口 那里面 到现在 还在咚咚咚地 跳得跟敲鼓一样 陆悠强烈的心跳 陆悠悠确确实实能感受到 而且非常明显 而且很神奇 感受着她的心跳 陆悠悠内心的不安和烦乱 好像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好一会儿 陆悠悠才问她 你高不高兴 你说呢 虽然这么问 但陆悠已经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笑得还特别傻 她可能要庆幸自己是在国外 如果是在国内 被人看到她这副迥样的话 陆二爷的形象 可能就要从此崩塌了 傻样 陆悠悠都忍不住吐槽她了 因为她这个样子真的很傻 还有点憨 陆悠也没有办法 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只有笑 傻乎乎地笑 那种笑是来自于心底的笑 根本控制不住 她知道自己现在肯定很傻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有孩子了 她要当父亲了 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件事让她更加激动 更加兴奋 更加惊喜 更加感动 过了好一会儿 陆萧的情绪总算是稍微平息了一些 但仍然是无法阻止她激动的心情 她握着陆悠悠的手坐在她身边 看着她的眼里充满了开心和美好 悠悠 你怎么可以那么厉害 这么快就怀上了 此刻 她多么庆幸 自己当初说服她放弃采取措施 如果她当时坚持要做措施的话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孩子 最关键的是 他们再一夹不到两个月 居然就怀上了 这一切都是上天赐予的恩惠 陆悠悠却鼓着小嘴忧愿地瞪她 不怪你 对 还有我的份 所以应该是我们俩都厉害 臭美 谁说她厉害了 明明就是怪她 不让自己做措施 不然 也不至于那么快就有了 可是 这效率 是不是太高了点 她都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也没有充分地去享受二人世界 突然就冒出一个小家伙来 这 这也太突然了 都怪你 陆悠悠 又悠悠地给了她一句 陆二爷一脸无辜 我又怎么了 当初是谁说怀孕没那么容易的 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忽悠我 陆悠悠现在真的有这种想法 当初陆萧这么说 没准就是在哄自己给她生孩子 陆萧面上震了正色 保证道 我绝对没有忽悠你的意思 事实只能说明 我们的金卵子 成活力非常棒 还有一点就是 我内啥得比较精准 陆悠悠 胸脑地朝她翻了个白眼 她现在在出血 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医生怎么说的 你现在有点出血 还要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而且这几天都不能下床乱走乱动 我和24小时在这陪着你 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哪怕是上卫生间 也要我抱着你才可以 听明白了吗 我和24小时在这陪着